大家都知道現在新聞很難 而且其實我們現在生活中跟新聞 也完全日子期相關 要逃也逃不掉 如果你不看新聞 你朋友也會跟你講新聞 那至於我們怎麼解決新聞單的方式呢 我們希望產生一個平台 那就是盡量是方便可以使用的 那先鎖定CADD 那之後再延伸到圖面板這樣子 那解決的方式是 第一個是讓我們可以在看新聞的時候 就瞭解說這一則新聞的參考價值是多少 然後能夠同時看到 就是評價 專家的評價 就是 有沒有 記者沒有去平衡的地方 那我們不用等專家隔天才投書 或者是 現在很多新聞 他就是 故意不平衡報導 他就是在同一則裡面先偏埔一下 然後另外一則新聞再去平衡一下 但是你如果沒有兩個新聞同時看的時候 你就會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哪裡 對 那另外呢 我們是希望透過群眾可以在看新聞的時候 然後同時 簡單的用 不同於以往 比如說 一到十分的方式 你平你的一分 但是我覺得是九分 那我們用比較 邏輯性的違規項目來讓大家簡單的投票 那之後等一下的demo會大概簡單的秀一下 對 首先我們抓新聞 然後 抓到新聞之後 要有分類 分類的部分 目前是用人工去分類 但是之後可能會從關鍵詞 然後做新聞 然後把他做一個群的分類 目前還在做 然後所以我們今天demo是單純 就是弄一個很簡單的四個議題 然後把目前我們後代抓到的是 我們現在是每天都在爬新聞 然後把後代新聞暫時先隨便分類 然後做成我們現在的demo demo畫面是以假想的手機畫面而去做的 但是應該會不會是demo畫面 所以用網易版去看 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應該是會有一個頭挑新聞 頭挑議題 上面會有我們分的議題 還有他的一些目前追行新聞 然後在下面就是一些 那個個別的新聞 可以點進去看 然後 個別新聞這邊 左上角是他目前的發明指數 或者是說他的評分大概有多少 客觀程度大概直到25 他就有8 然後如果有那個議題 有一些被檢舉就很明顯的 就是那個很明顯的缺陷 然後被檢舉了 然後大家都認懂的 那就會直接在新聞表裡這裡 就直接秀出來 然後在下面可以是有莊家的 我們未來預計就是會要是一些 我們認證莊家 或是由一般使用者去升級而來的 先補充一下 就是比如說現在 假設這兩個就是同一個專家 那他今天想要作家名稱 就是他可以失明 那如果他不想的話 也可以 那就是我們會保護他的身份 這樣子 可以做這個設計 然後檢舉的部分 我們評價整個評價線 在DEMO 這一部分是用非常簡單的部分 就是剛才出了幾個案 但是未來希望應該會做成很多西項 然後不同的使用者會有不同的評價分析 然後有不同的選項去設計的技術分析 然後這一部分希望可以做到即時化的 然後能夠做一個即時分析 然後他就變 就扣掉 然後翻譯就加回來 這樣 然後在議題的部分 我們比如說高雄七刀案這種 社會上議題 在一瞬間會有爆出一大堆新聞 而且跟這個有關的 我們就可能會把那個 就是之前講過後台要做一個分類報導 然後把它集中起來 你可以做一個很 你就可以做一個很 那個整體的各家媒體的比較 然後就可以看一下 自由私放怎麼咬 這個都不客觀 他們就有立即的怒場這樣子 然後 大概就這樣子 DEMO 這兩天結果大概就這樣子 我們現在很缺Apple的開發者 因為我們手機與其他使用口都把它去運作 然後 我們的所有程式碼都open source 所以如果有 iOS的開發者 他有Apple的開發者的基料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總之他只要去Adobe的HomeGap的線上編譯碗 然後輸他的基料 然後從我們的DEMO下它的原始碼 這樣我們就可以 明義出Android 或者是 iOS的各家的市場 來手機程式 然後我們就可以輕易測試 所以我們現在還缺 那個很貴很貴名 那一道工作期的iOS 今天要好 好 別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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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